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问世之前 那么如果我们遇到比较生僻的字 大家通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康熙字典 所以这个康熙字典呢 应该说它收字很多 一共收了47,035个字 第二是资料相当丰富 就自因而言 康熙字典列出在18世纪之前 那么各种文献当中 给一个汉字所定义的各种反切 都罗列在即 那么就自行而言 它可以说几乎是穷尽的 在一个字头后面列出它所有的一体形式 回有四种写法 一般的字典里面找不到 但是康熙字典里面可以找到 这个回字有这四种写法 那么在上面加上草字头 就形成了回相斗的回的四种一体形式 就自于而言 那么康熙字典也尽可能地罗列了前代字书 给一个字收掠的各种意象 那么康熙字典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 应该说跟它的观修性质 就是当时康熙是组织了一大批学者 那么集数年之功 才变成这样一部观修字典 所以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字典这个名目 也只有以官府之力 以朝廷之力 才使这部字典具有资料丰富 收字多这样的特点 好 康熙字典具体的内容 请大家看课本上的说明 教材上有汉语大字典 前面我们提到过了 提到了它对智的解释 可见这个字典具有比较明显的随文示意的倾向 对词意的概括性做得不够 但是这个字典还是很值得我们参考 首先它就是收字多 一共有五万六千多字 五万六千多字 所以一般我们在阅读古书的时候 普通字典 普通字典查不到的字 在这部字典里面可以查到 有些人说它跟康熙字典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比较方便的简字方式 这个简字法是大家都熟悉的 除了这点之外 我想另外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就我们可以去利用它 第一是它注意反映汉字字形的演变过程 这个字典在凯书的单字条目下 列举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 且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传和立书的形体 并简要说明其结构演变 很多同学现在对这个汉字形体结构的演变很有兴趣 那么应该说目前最可自利用的就是这个汉语大字典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汉语大字典列了六个字形 甲骨文的 毛宫顶的 毛宫顶那就是金文的 说文的 这是小传 下面是这个战国简博文献里面的字形 足臂 旧经 老子甲寺 这个五维一简 我们看到到老子甲寺和五维一简 这个字形 就已经是立书了 是不是 就跟前面不一样了 最大的不同就是前面 第一个甲骨文里面的这个值 很明显它具有这个象形性 但这种象形性到这个五维一简里面 就被最大限度的淡化了 所以一般的说 这个前面的四个字形是古文字字形 那么到这个立书阶段 汉词就进入现代汉词的阶段 这个值字 罗振玉先生说 从补词的这个 就是甲骨文里面 这个字的写法来看 它从值 从一 所以这个值应该是人之所知也 尔雅是孤 那么知王也 当为知这个字的初意 最早的意思 初意就是本意 那么按照罗振玉先生的观点 这个值啊 其实是一个 这个会议字 不是一个象形字 它解释了下面这一横 但是从这个字在 这个作为造字的部件使用来看 这个形体和那个形体 没有根本的区别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搜罗的资料非常丰富 包括历代字书词书和各种书证 尽量罗列出来 供读者参考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汉语大字典带有资料汇编 这样的性质 这种资料汇编 对读者而言 是极为方便 好了 到这个地方 我想字典我们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词书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阅读古书的时候 遇到这个 名物典故 人民地名 这些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应该查词书 那么重要的词书 我们目前最常用的 无非是词海词源和汉语大词典 词海词源和汉语大词典 这个 汉语大词典 部头很大 而且现在有电子版 可自使用 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这个 但是我们在使用汉语大词典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汉语大词典 因为实际上是 把两千多年的 这个汉语词汇 拉在一张单子上 但是作者在排列的时候 又没有特别注意 分清楚一个词的先后 因此从词典的科学性来讲 汉语大词典做得不好 但是跟汉语大词典一样 汉语大词典在 资料的丰富性方面 是很值得我们 这个重视的 下面说一下 词海和词源 这个在1920年代 2030年代 这个词海词源出版的时候 二者没有明确的分工 这个到1958年 由国务院出面来修订这两部大型词书的时候 才给这两者做了明确的分工 这个简单的说 词源是一部语文性的词书 语文性的词书 就是说以解释字词的音译作为主要目标 特别是古汉语词汇 而这个词海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 所以现当代历史上的很多人物 事件我们在词源里面查不到 但是到词海里面可以查到 原因就是词海本身 就是一部综合性的词书 好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配文韵符 配文韵符为什么要专门做介绍呢 这个书很有趣 很有趣 这是一部暗运编排的大型工具书 正级一共是444卷 另外后面有十一一百一十二卷 那么所谓暗运编排 就是这个字头都是同一个运的编在一起 字头是同一个运的编在一起 这对大家写这个格律诗 写古诗是很有用的一个工具书 比方说你要用南东这个词的话 怎么用呢 它首先列出 在冬字头下面列南东 再注意 在冬字头下面列南东 诗经里面有南东奇母 南东奇母就是把田地的田龙 都调整成南北朝向的 李孝仙的诗里面 于其归老兮 以水南东 这个南东和这个诗经里面南东的用法就不一样了 邵宝的诗 楚翻连日 阳南东 这个南东的用法跟李孝仙的诗里面的用法一样 都是做名词用 做方位词用 也就是说南东这个词在古代文献当中出现的三个实例 这个配文韵符都提供了我们了 所以我们要查找一个词语的出处的话 配文韵符很有用 除了这一点之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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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运符的规模 相当大 规模相当大 而且它是以古代汉语为主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它跟词源 跟这个汉语大词典都不相同 也就是说 一直到今天 配文韵符仍然具有它不可替代的性质 因为 这个汉语大词典收裂了大批的现代汉语的词汇 它不是一个古代汉语专用的这个词典 词书 所以这点要请大家注意 好 下面大家看中国人民大词典 这是以经书当中的中国人民 和二十四史里面有传的人民为主 一共收裂了四万余条人民 那么在每一个人名下面 列它的这个生诸年 籍贯和这个主要事迹 所以如果我们在读古书的时候 遇到这个人民需要查找它的这个大致情形 那么可以查这一本词典 这个词典的后面有几个附录很有用 性是考略 就是考证每一个性的来源和历史演变 所以大家要知道自己的性 所从何来 可以去查这个人民大词典 另外还有一名表 收了有这个差不多七千条 这个也很有用 比方说金公是王安石的号 介斧是他的字 那么如果我们读古书 读到王介斧不知道是谁 去查这个一名表 就很简单 好 跟那个人民大词典配合使用的 还有二十五史人民索隐 这个二十五史人民索隐就告诉我们 这个二十五史当中有传的所有的人 那么在哪一本书的哪个传 这对我们当然很有用 就是我们可以按图索迹 去了解一个历史人物详细的历史事迹 这个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 收列的地名也有四万多条 每一个地名都给出它的大致的地理方位 还有历史严格 下面是嘉亮夫先生编了一本 历代人物年里悲传综路 他最大的用处就是 可以详细的告诉我们 一个历史人物的生族年 一个历史人物的生族年 那么第七项 就是2000年中西历对照表 现在说的话已经太陈旧了 是不是 这个现在已经超出2000年了 但是 这个 我们要查找历史上的 比方用甘之纪年的某个年份 相当于西历的那一年 查这个工具书 第一 很方便 第二 很准确 因为 因为近些年 虽然 这个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中西历对照 但是呢 嗯 这个印刷 水平 这个 它的精致远远比不上这一本 好 关于这个词书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些 下面我们来谈第三个方面 就是 关于古代汉语虚词的问题 呃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没有语法术 古人 古人对语法的认识 反映在对虚词的 重视上 那么原因很简单 这个 汉语的虚词 从古到今 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有的同学说 比方说人称代词 古代汉语用我 现代汉语也用我 这不是一样的吗 但是 假如我们加入另外一个元素 就是 在上古汉语当中 不光说我 还有无 对不对 呃 我赡养无浩然之气 前面用我 后面用无 还有于 还有震 呃 有的同学说 震是皇帝之称啊 但是 离嫂里面说 震皇考约 活用 那么 也就是说 他本来是一个 普通人都可以使用的 人称代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不同的人称代词形式 所以 呃 对一般人来讲 这个 古代汉语虚词 都足以构成 学习古代汉语 最主要的一个困难之一 因此呢 大家在中学 学文言文的时候 老师就会告诉你们 要利用很多 古代汉语文言词典 呃 虚词词典 或者文言虚词词典 这样的工具书 本来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